今天呼籲馬前總統綁中藥深思 但馬英九仁要在今天前往 院長有什麼提醒話要說 我們外交人員相當的辛苦 在最近一個月我也很密集的接見了 來自包括了斯瓦基尼、新加坡、科索沃 還有英國的友人和辦團 我曉得大家都相當的認真來跟我們的自由民主聯盟的國家 大家一起來努力 像今天下午我也要打開這個行政院的大禮堂 來接見來自捷克的綜藝長所帶領的170人的團隊 我們外交部的吳釗燮部長親自到機場接他們 而且首先也請李淳次長帶他們到宜蘭 所以我非常肯定吳釗燮部長以及所有外交同仁大家的努力 那我也在這裡想跟馬前總統說一個建議 我希望他能夠也多多到其他的國家去蒼訪 然後來鼓勵我們的外交同仁 我想也要建議他少一點脾氣、多一點勇氣 讓我們的外交能夠再更加的爭吻口氣 謝謝